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万恶淫为首 很多人不理解老祖宗为什么会说这种话 这个男女情爱啊 男女之间的这种关系 他又没有杀人 也没有放火 也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他怎么就排到这么多恶事的第一个呢 他怎么就排到恶为首了呢 对 因为隐会引起杀盗 它等于是个媒介 它会引起杀盗 这也是一个规律吗 规律 如果帝王犯的这个 肯定亡国 肯定的 肯定 你看末代的帝王 哪个帝王不是这个 引于国度 但是我们看这些古智 这些宾妃啊 那么多 宾妃那么多 它不一样啊 它是还一礼相待啊 那就没有问题了 它不乱 它不乱啊 如果是专宠一个妃子的话 麻烦就来了 唐明皇 从杨贵妃差一点 王国 那不是国之义就完了 专宠着一个 对 不错 这个帝王专宠着一个 它里面就有产生嫉妒啊 嫉妒里面的时候 就会有杀鸡 杀鸡啊 那怎么样不得真死啊 所以这个很麻烦啊 非常非常大的麻烦啊 这就是帝王啊 贪爱女色 对 里面就有造成啥的意念 道的意念 坏的事情都从这发生了 如果按照规矩啊 按照礼法 对 那就没有问题 没有这些问题 那就没有问题 所以不能够背离啊 违背离是不可以的 那么正常的夫妻之间是 不在此 正常夫妻不 也不能够过渡 也要讲理 所以是夫妇相敬如宾 指的是这个意思 对 是的 他这个家道才会兴旺 所以这个夫妇 他的使命是什么 传宗接代 他不是为别的 他不是为淫于之乐 为淫于之乐 必定伤身败家 他是为传宗接代 伤身和败家 一定逃不掉 逃不掉 夫妻相敬如宾 这里有这么深的学问 对有深的学问 所以都是有德行 你没有德行的话 你怎么能教到 下一代 这是你联想到的了 你底下一代 能不能出圣贤 能不能出君子 那就在你日常生活当中表现 就是将来 我怎么做 丈夫太太 对 我的爸爸妈妈就是榜样 对不错 这世代相传的 对不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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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